然后我就问,水稻偏寒,它也算火骨,老老说是,只要它种子长在头上,它就是有火性,往上走。 然后我数了一下,你看高粱最红,长头上,麦子,稻子,骨子,全是,让我比较震撼,我说那什么叫土骨,土里面跑出来了,叫土骨,我一下知道了,土豆,红薯,花生, 都是在,这个籽是结在土里面的,是吧,那我就突然问了,我说那玉米算火骨,还算土骨,他说玉米的种子长在腰上,算土骨,哦,你看,老老老讲讲得好,我也问得好,是吧,所以玉米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它是含糖料高,含淀粉高,含蛋白质少,我们从小的时候吃玉米,吃玉米面做的那个粉条状的东西,我们就管它叫钢丝面,又冷又硬的,特别难消化, 但是在那个年代,那个饭吃就不错了,是吧,所以土里刨出来这些东西,都叫土骨,他们说那个山药,是吧,铁棍山药,长山药,这都是土里刨出来的,萝卜,是吧,各种胡萝卜,青萝卜,绿萝卜,是吧,我说知道叫土骨,那我说什么叫木,什么叫金骨,金子的金啊,老老老说,藤蔓类植物结出来的果实,叫金骨, 哦,我就知道了,比如说葡萄,米后桃,瓜楼,是吧,所以这种不是桥木,也不是灌木,是爬藤的这些东西结出来的,我是知道了,那我说什么叫水果,老老说是水里面的植物,结出来的种子,或者是果实, 比如说,比如说莲藕,比如说芊石,比如说菱角,是吧,那我问老人,我说这个核,这个莲子,到底是算水果呢,还是算活果呢,他说,那个莲碰也是朝上的,长在头上的,也算活果,是吧,但是他的,你吃他的藕,吃他的根,那他就是水果, 我说,那分成这样,他对身体有什么影响,他说,五行对五脏,五活土经水,对甘心脾肺深,是吧,你如果做一个医生,你只知道那小五股,远远不够了,你应该去下功夫